纽约时报广场今年恢复举行新年倒计时活动 而我旁边就是倒计时庆典的主角之一水晶球 周一工作人员正在忙碌地安装水晶片 并为跨年当晚的活动进行测试 新年倒计时娱乐公司总裁施特劳斯介绍 在新年倒计时的当晚 水晶球将与往年一样 一分钟内降落75尺 同时2022年的巨型数字灯也会被点亮 而为这个水晶球特别设计的水晶片图案 以智慧的礼物为主题 今年也是美中友好协会 邀请中国元素参与新年倒计时庆典的第十年 这一次河南省将代表中国登上这一庆典的舞台 美中有些常务副会长李立表示 河南是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 也是太极拳和少林武术的发源地 通过太极拳的行云流水 刚柔并济 提升人与自然 人与社会的融合和和谐 成为连接不同种族 不同民族 不同语言 不同国家的文化纽带 既然我们河南是有这么一个很好的 一个德天都市的地理优势 而且也是三千年五千年的这样的一个文化背景 所以我们的文化演出又是少林功夫 与我们的太极拳 还有我们的善舞 以及我们的美国街舞一起融合的 所以会给大家呈现一个中西河壁式的 中国文化演出 呈现给美国观众 主办方也表示 虽然当晚只有一万五千人来到现场 倒计时庆祝新年 但相信当晚会有上百万民众在电视机前与大家一同庆祝 昨年我们没有任何连接到台湾的连接 这年我们有15,000 次的连接下来 我们会回到百万人的连接到台湾的连接 但这就是重要的 我们会在一个安全的方式 但我们会在一起祝福 We have to celebrate the milestones in our lives Whether it's a birthday, an anniversary or New Year's Eve We need to get together we're human beings We need to have things to look forward to in life And we're excited to be celebrating Definitely Even though we won't have that many travelers as before Over millions of people But online there definitely will be more than 2 million people Yeah Well we'll be joined by over a billion people around the world Here in Times Square, and around the world Counting down together There's no other moment like it we're all doing the same thing at the same time five four three two one happy new year right exactly